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收听大国攻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8号 结束四天的日本访问 他创下了好几个第一 特朗普是令和时代 到访日本的第一位国兵 会见刚即位的日皇德仁夫妇 他是第一位登上日本军舰的美国总统 是第一位颁奖给相扑力士的美国总统 他也是二战之后到日本访问的 七位美国总统当中 第一个专程去日本的 其他总统都还顺便去其他的国家访问 我今天要请两位日本专家来解读 先来看这次美日强化了军事同盟关系 特朗普压轴的行程去了横须赫基地 这个基地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据点 是美国国土以外 唯一有能力接待美国航母的港口 特朗普在那里登上了 日本最大的护卫舰加赫号 在演说当中 他期待日本自卫队成为美军在亚洲 及其他地方的澳元 而日本则是向美国采购了105架F35逆踪战机 那么关于这一点 我来请教台湾府人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老师 当然这个F35的订单大概日本下的最多 不过这日本这个买单是美国的七型的这个战机 它有自己的防卫需求 当然这一方面可以表态 那二方面的话 事实上日本的战机也算比较老旧 而且他们过去都是第三代的这个战机 还没有换代 然后跟周边的国家 特别是中国比较的话 那中国基本上在战机上面 都比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它的战机 这个要来得新颖 那所以日本刚好遇上 他们整个航空自卫队要换代 这个要换代 他们就一步到位 换到这次在美国的战机里面 虽然日本事实上 F35这个他们也不是很满意 他们最希望所得到的是F22战机 不但是美国对其他国家 大概还不提供这样的一个新锐战机 所以日本配的球体词 买了105架 F35 那当然这个里面比较令人 瞩目的就是 他不是只有买F35A 这里面还买了再40架 这个可以供端长起降的 F35B的机型 那这当然是要配合 川普回国之前 所登上的那一艘初云集战舰 那一艘加赫号 初云集的护卫舰 目前日本处卫队有两艘 那一艘就是叫初云号 那另外一艘是命名为加赫号 那这两艘基本上都 从技术上来看的话 要改装成为多功能的舰载护卫舰 不难 那这两艘战舰在日本初步 可能要把加赫号把它改装成为 可以做F35B的 他们还是叫做多功能的护卫舰 他们避免用航母 因为日本是一个所谓专所防卫的国家 那他们不能够拥有这所谓的攻击型的武器 航空母舰是属于攻击型武器 所以还是用了所谓的护卫舰这个武器 那不过就是说日本 事实上未来我想这个 他们不会是只有加赫号或是初云号 你看他们买的这个飞机多达40架 那现在如果是初云跟加赫的话 那他们的如果全部改装的话 大概一艘只能够载10台 那他买了40台的几乎是一倍 所以未来日本自在还是会有新的 可能是更大型的护卫舰 所以日本其实也等于是建立了一个 他们的小型航母战队 日本的整个防卫也慢慢走出过去 从1956年日本自会对建军以来功能的设定 那虽然他们嘴巴还是讲 他们坚守专所防卫 可是专所防卫的定义不断的在改变 这过程里面当然这个有美国的背书跟同意 那但这个也意味着 未来在区域的安全上面 来自于在全球的防卫上面 日本跟美国会有一个更好的合作 特朗普总统日本行的另一个亮点 是看大相扑比赛 冠军出炉之后呢 特朗普颁给获胜的力士一个总统杯奖杯 成为第一个在相扑比赛颁奖的美国总统 这可以说是日本为他量身打造最高规格的行程 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育仁老师 对于相扑这个行程有特别的观察 我请郭老师来分析 就是日本有很多媒体在报道 川普去看相扑的这个排场 日本政府的准备 甚至于那种规格已经超越日本天荒了 怎么说 例如说他不是做那种一般的坐垫 他是做沙发 包含这个first lady 包含president Trump 包含安倍首相跟他的赵慧夫人 四个人是做沙发 做沙发 传统上是要做坐垫的吗 对 类似像洗地而坐那种坐垫嘛 可是他们四个人是做沙发 而且是在最正面 大象铺这个运动 不只是他们的果粹 应该是讲说 是他们传统文化的象征 坐沙发这件事情 已经很了不得了 还有另外一件更了不得的事情 是川普是穿皮鞋进图标 那个图表就是历史在 竞技的那个圆圈圈里面 川普是穿着皮鞋 到图表里面去办法 川普的这个总统奖杯嘛 因为日本的这个相扑 跟他的爱好者 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上 是非常保守的一群 日本政府愿意破这么大的力 甚至于是不惜得罪 这些传统的支持者啦 因为这些保守派 绝大部分都是 自民党的支持者嘛 我觉得这个是安倍 刻意安排 有一点点类似要展现 他要突破传统 然后要做大改革的一种 一个symbol啦 因为这个非常不寻常 因为我自己也蛮常看相扑的 所以我是蛮压抑 川普就是直接走上去 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 直接走上去 没有 穿着鞋子走上去 没有 川普是第一人 因为跟相扑有关 不管是力士协会啦 还是说这些爱好者 他们都是在日本社会里面 算是非常传统的一群啦 基本上不会允许 这种事情发生啦 我记得好像几个月前 有一个力士在禁忌里面 突然受伤嘛 医护人员要上去 那医护团队里面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女的护士 就被赶下台啊 所以他是这个日本 非常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 尤其那个图标 对日本人来讲 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女生穿什么鞋子 女生就是不能进去 对都不行都不行 对对对 川普当然是第一人 穿着皮鞋进去的啦 所以那个医护人员 就被赶出去啊 所以他已经保守到这种程度 这种传统到这种程度 所以可见说 这个你让一个外国元首 穿着皮鞋进土表 去扳发总统北给力士 可见这个是刻意安排的啦 我觉得是要展现安倍首相 他突破传统 准备下一波的大改革的 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啦 这一次呢 安倍祭出最高规格 国兵级的待遇 款待特朗普 强化了美日关系 而其实呢 中日关系 最近也发展到一个 比较好的势头 日本怎么在两大国之间平衡呢 请教何思胜老师 中日关系最近不止这个流暗花明 那甚至于就说 他可能已经回到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这里面有一个指标 就在中日关系正常的时候 那他们双方的元首会频繁的互访 那大概从李克强 就当时访问开始 然后一直到安倍 也到中国大陆访问 然后在接下来 集团体习近平会到日本 那完了之后 这个安倍 那个应该还会在今年 再访问中国大陆一次 那当然他的目的就是要安排 习近平在集团体之后 再一次的到日本啊 那个以国事访问的这样的名义 到日本去访问 那所以中日关系啊 这个其实并没有因为啊 日美关系的这种改善 或者是提升 受到影响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这个他蛮聪明的 他在强化美日关系的同时 那他也让中日关系啊 也持续的改善 而且这两个基本上是会互相拉的 那个但是不是互相扯后退 那当美日关系越好的时候 基本上就有助于啊 他在中日关系的提升 那反之亦然 那当然就是安倍现在 利用现在的中美这个 非常微妙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那安倍他用的一个策略 其实不是简单的选边啊 他是在中日跟美日中间 他很巧妙的去维持一种平衡 那两边都交好 而在国际政治里面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 他是用一种避险的这种政策啦 那从结果来看的话 他的避险政策 也达到了他的这个预期的一个目标 他除了跟美国关系很好之外 他跟中国的关系也同步这个达到 应该是 我认为现在是应该是在1972年 日中国家正常化之后 这个中日关系处于在一个相对良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可能就是比1980年稍微可能还差一点 因为当时他们有很好的这个ODA的关系 那个就是官方援助 那在未来的一个中日关系里面 这个他们会增加一些对话的这个管道 那实际上我们也有这个消息传出 在6月份习近平到日本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要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日关系里面是不是要增加一个新的对话 这对话就是我们经常看到 日本跟美国 或者日本跟澳洲 或者日本跟俄罗斯之间 已经存在着所谓的二加二会谈 那这个在过去的中日关系里面没有 那他们现在希望二加二会谈能够在中日关系里面 然后来增加这个机制 那这也意味着这个中日关系 日本呢这还是非常的一个重视 那不因为他跟美国的友好 他就把中日关系放在一边 或者是非常强硬的去处理跟中国之间的问题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国攻略节目 主持人陈美华 当然美日的贸易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美国每年对日本的贸易逆差 大约为676亿美元 特朗普在访问日本的第一天 就对日本的商界谈贸易问题 请郭老师来谈谈 所以他在5月25号到日本的欢迎晚宴 就是跟日本三十几位企业界领袖一起吃晚餐 他还刻意去调侃丰田 他怎么调侃 他就问说这个丰田先生在哪里 怎么没有看到你这样 这个也是因为丰田总裁 他之前有对川普的贸易政策 有提出批评 在那个晚宴 另外一个观察焦点是顺正义 对阮营的总裁 他有特别去前去跟川普聊了一些 阮营在这个时候 很积极的去跟美国那种关系 这个也是可想而知 因为中美贸易战其实最核心是有关科技战 尤其是特别是有关ICT的部分 川普在那个欢迎宴有特别强调 这个每日之间的这个imbalanced trade 是long term的 而且这个不是健康的贸易关系 特别强调说希望每日可以构筑一个样板 就是fair trade的样板 所以他特别对这些企业打扰当面邀请他们到美国去做投资 所以川普日本行的第一个目的当然在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目的当然是这个是隔山桥湖 因为跟中国的贸易战到现在是关键时刻的时候 访问日本会对中国造成非常大的震撼效果 因为现在其实蛮多国家包含日本韩国还有欧盟这些国家 都在很多地方都要被普选边站 那这个时候这么刻意的来日本做国事访问 而且他又抢在前面 因为原来日本邀请的国兵是习近平 令和时代原来第一位国兵要是习近平 被川普抢先 就是日本本来缓和对中关系 本来是要邀请习近平做第一位国兵 可是因为川普展现高度的兴趣 所以川普的日本行第二个主要目的是 这个也是拉拢日本 当然就是在对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力道的施压 尤其包含像华为这些议题 尤其在日本的公共采购里面 不要去使用中国的这些相关的ICT的产品 所以第二个目的当然就是继续对中国在贸易战上面施压 那第三个目的其实是跟北韩有关 这是这个半岛局势从2018年1月开始缓和之后 美日的元首第一次公开的一起讲 日本应该在作为美国处理北韩问题里面 应该要注意避制力 那第四个我觉得 南北市少数的这个盟国里面的领袖 是可以跟川普交好的 而且是可以两个国家在特定一些关键议题 是可以当样板啊 可以当showcase的啦 在这场大戏里面 其实每日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互得起立啦 都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啦 特朗普已经表示将美日贸易的问题 留到日本7月的参议院选举之后 那么这暂时可能就不会影响到这场选举 但也是日本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次再会